就算光线不足3C产品依旧不离声 现代人几乎无时无刻都在用眼 但对于广大的上班族而言 电脑萤幕才是每天相处时间最久的伙伴 近年来深受广泛讨论的短波长蓝光 就存在于各种萤幕光线中 日积月累下来 很容易造成眼睛的永久性伤害 3C的一个萤幕 当然我们也比较担心 如果长期长久 10年20年30年这样下来 这些比较短波长的光线 有没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视网 眼科医师王孟奇表示 萤幕光线与环境的对比加大 容易使眼睛疲劳 引发结状机过度收缩 而造成假性近视 就由厂商贴心打造光智慧萤幕 可以感应外部环境光源 自动调整萤幕亮度 减轻眼睛的负担 针对画面中的亮暗场景 更可以自动补强明亮度与对比 看见隐藏的细节 那如果说这个萤幕它有自动侦测 我们外界环境的一个光线的一个能力 能够自动的去调整 萤幕这个光线的一个亮度呢 都可以对我们的眼睛产生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防护 医师建议 在观看萤幕20分钟后 可以短暂的休息20秒钟 利用休息时间注视20尺外的物品 让眼睛肌肉好好放松